變化,其實你可以再抓別的東西 例如你要抓什麼,剛剛提到,抓下面這些東西 Abox,那你可以選取這個範圍 比如說我要抓Abox下面這些文字 那你可以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檢查之後你會發現,它這一塊會停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慢慢習慣就是按右鍵檢查的這個畫面 因為它其實還蠻,怎麼這樣,分兩個區塊 我發現同學對這個剛開始還是不太熟悉 不過我是建議就是你多操作 熟了之後很多的東西都是在右邊 所以你只要看得懂 那很多你爬不到的東西 也許都在上面可以看到它的答案 所以你可以往上推,它會有DIV 所以它其實它的結構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DIV DIV就是這個,這個板塊 有沒有 它的名稱 它class類別的名稱叫做Custom 然後呢,底下會有P P的話呢,實際上在網頁的標籤叫換行 不,跟這個一樣,叫換段 換一個段落 OK 如果標籤名稱叫BR的話才是換行 P的話是換一個段落 那也就是下面是一個段落 所以呢,如果我要抓這個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我知道說它的標籤是DIV 它的類別是Custom 所以呢,如果我要抓這個 但另外的話,我可以剛剛有講過 Custom,你Ctrl-C,再Ctrl-F 你會發現有兩個Match 那也就是說第一個Match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它是第一個 所以Index值等於0 下一個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這個區塊也要抓的話 那你就抓這個Index值等於1 這個是等於0 所以我知道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如果我要改寫 其實你甚至可以拿剛剛的程式來改 都沒關係 留一個什麼呢 留前五行就可以了 那只要把這個DIV 後面這個class怎麼樣 改成剛剛這個名稱 那我是比較建議你用複製的 因為我怕說即便那個字 你不會打錯 但是還是用貼的比較保險 因為之前有蠻多同學都自己打錯 拚錯一個字就完蛋了 OK 好,那再來的話 這個list的理論上應該是有兩個 那我要的是第一個 所以我print一下 那你會發現其實這個地方 print了什麼 print了這個list 裡面的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它就是什麼 中瓜胡林 裡面的文字就點test 這樣就OK了 執行一下 看一下 你會發現 資料就下來了 有沒有 因應、知識、經濟、疾瑜 什麼什麼的一堆的 OK 那就爬下來了 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請各位可以自己再練習看看 反正看到什麼 爬看 那我們剛剛那個練習是多個 所以就是把整個串列全部都列出來 然後全部的話就負回圈 好,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可以參考雲端白板的 這個程式的話在哪裡 在第七頁的地方 0604的第七頁 OK 那 再來的話 底下 我們可以看另外一個範例 比如說 我們假設希望下載那個 雅富股市的那個 焦點新聞的 什麼呢 這邊有標題對不對 如果我想要把標題 或者甚至裡面有網址 因為將來如果我要連過去的話 所以我只要兩個東西 一個標題 一個網址 幫我把它列出來 或者甚至存檔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會很困難嗎 其實看起來好像蠻困難 但是實際上步驟都一樣 你只要前面的五行 但是還是要分析 那分析的方式的話 怎麼分析 一樣 點開來 那我們看到這個雅富 雅富股市裡面 這邊就是它的焦點新聞 那焦點新聞裡面 其實它的標題應該有很多個 因為它這個DIV有板塊可以切換 那我們一樣做分析按右鍵 檢查一下 焦點新聞裡面第一個 比如說見到賴清德 洪國總統 對對對 OK 反正就是 後面什麼 眼眶泛淚 記者下標題文文嚇得 讓人家很想看這則新聞 OK 怎麼會看賴清德想哭 這是什麼意思 紅國總統 因為他去參加人家好像那個 就是 典禮 OK 好 好 我們重點不在那裡 那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抓 你會發現它 它位置在一個SPAN 這個就是SPAN裡面 那SPAN往上推 看一下 你會發現 它這邊有個AHREF AHREF其實就是超連結 AHREF超連結在這裡 所以 在網上推 還有一個DIV DIV就是圖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去分析 它怎麼分析會比較簡單 所以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看起來應該是這個A A 就一個標籤 所以你會發現滿特別的 它標籤名稱就是A 小於A 它有個屬性叫HREF HREF就是它的超連結 放這裡 那它的CLASS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 A這個標籤 它的類別名稱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 它的CLASS名稱好長一串 其實 CLASS名稱裡面還有一些特色 就是CLASS名稱如果很長的話 它可能中間會有空白 如果有空白的話 那表示它有可能是有兩CLASS 或者三個CLASS 就是說 中間空白一個 那表示它是這個CLASS也是 另外一個CLASS也是 所以它可能有一種類別 或兩種 就是一種以上的類別 那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反正你CTRL-C、CTRL-V貼上也OK 所以我們知道 標籤就是A 然後CLASS就是這一個 但是我不確定說這個CLASS 是不是指的就是所有的標題 所以我們可以怎樣 CTRL-C CTRL-F 貼上 看起來好像有36個 那36個第一個在哪裡 第一個我們先抓 第一個就是 對,第二個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對不對 所以焦點新聞理論上是 跑到六就可以了 那你想說 第七在哪裡 其實第七應該就是在下一頁吧 運動應該就是第七 可能它總共就是有六個 然後分別分在六頁裡面 看起來邏輯應該是這樣 所以等於是一到六就焦點 然後呢 七到十二應該是在運動 一十二推 所以應該有六個 所以總共都是36 那沒錯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 它這個CLASS 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呢 我只要 假設我只要焦點新聞的話 那我只要抓什麼 0到5就可以了 有沒有 Index 所以這到5 那就把焦點全部都列 所以啊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需求 可能老闆說 你幫我抓一下 今天雅虎的焦點新聞裡面的標題 跟它的超連結給我一下 Send給我一下 那怎麼辦 你寫個程式就Send給他 OK 然後就說 我不要 我要焦點到影音全部都一樣 36個全部給我一下 那你也可以 甚至好如果你是做這種 漁情分析的啦 那你每天它這個標題 應該一段時間就更新了嘛 那你總不可能每天在那邊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OK 你也不可能請一個人專門做這件事 實在太不符合 所以應該是怎麼樣 自動去更新 它更新我馬上就把資料再更新 同步到我的資料庫裡面去就好 我就自動去抓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需要的應該是一支程式 而不是一個人 OK 而且人會累嘛 而且人要睡覺 但是如果你寫好一個程式 讓它自動RUN的時候 你只要電腦開著就好了 對齁 所以其實我覺得 電腦的好處齁 就是24小時不用休息 第二個的話齁 它也比較不會出錯 OK齁 請各位試試看齁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想一下齁 做不做得出來另外一回事啦 反正你藉由那個分析 你也會比較知道說 原來網頁背後有這些東西啊 那你剛開始如果 不太熟悉沒關係 尤其像HTML那個右邊的部分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真的要徹底了解 沒關係 那你就找一些有關HTML相關書籍 來看一下 那也可以增加你網頁相關知識 OK 那因為網頁出來已經 至少30年以上了 所以這個 這個它演變其實滿多個版本的 那當然 不過初期我是覺得 你們可以先掌握要訣 其他東西暫時不太知道 其實還是可以把東西爬出來 是不會有問題的 至於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你就行有餘力 可以再花一點時間 再了解一下吧 尤其是過年期 因為過年再長下 反正如果你假設不出遠門的話 或許可以再看一下這些東西 所以待會請各位練習一下 也許就是把Yahoo新聞裡面的標題 跟它的超連結 幫我抓取下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